内地昨日新增11宗新冠肺炎个案 其中5宗是属于境外输入 本土病例里面 5宗来自黑龙江 1宗来自广东 同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没有症状感染者昨日新增30宗 4宗个案转为确诊病例 9宗解除隔离 仍然有1000人接受医学观察 内地累计确诊病例有8万2000多宗 超过4600人死亡 7万7千多人行房 本港累计1037宗 澳门有45宗 而台湾就有429宗